很多都叫我生活达人 现在有一个与您权益息息相关的大事 一定要让您知道 那就是 这项新法主要是为了确保 纳税者的权利 实现课税公平 以及贯彻正当的法律程序 首先 纳税者所得在基本生活费以下 将不再课税 生活费标准财政部每年会公告 并且在107年 申报106年度综合所得税时 就可以实用 另外 税捐计政机关将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官 协助纳税者进行税捐争议的沟通 协调 以及提供必要的咨询 纳保官的姓名解流诺方式将在网站公告 方便纳税者查询 为落实专业审理 有效提升税务案件的裁判品质 行政法院应设置税务专业法庭 由取得税务专业政杂的法官来审理 新法的改革 对全体纳税者的权益保障 绝对是一大要紧 租税正义为你在 租税人权站起来